手到底要放哪邊啊 是同方向嗎 大家還在跳柯木山嗎 記得跳完柯木山之後 趕快來看我們的車探索短引用 我們現在有8891報新聞 8891新發現 8891抓重點 還沒有看過的人 記得點選影片下面這個連結 讓我們又包羅萬象的汽車內容 豐富你的用車生活 歡迎收看8891汽車頻道 我是阿佳 今天來到現場的是KIA的EV6 GT 這台車的定位是電動性能休旅 目前在台灣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 其實就只有一台車 那就是特斯拉的Model Y Performance Performance 哇 目前在台灣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 其實就只有一台車 就是特斯拉的Model Y Performance 但是這兩台車 雖然說定位看起來好像是相近 可是我們發現其實他們還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找出來 到底這兩台車有哪些地方 是我們在規格表面所看不到的 另外在今天的試駕過後 我們一樣會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來進行分析 並且告訴大家值得買跟需要考慮的理由 內裝機能如何 我們現在坐在EV6 GT的裡面 其實你大致上去看 整體的鋪陳跟EV6 GT Line 頂規車型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有些比較明顯的差 第一個當然就是椅子 它是配對跑車型的座椅 那這椅子 它其實除了造型跟包補性不一樣之外 其實功能性有一點差別 比如說它現在是手動式的設計 它沒有電動調整也沒有記憶的功能 另外原來的座椅通風機能 在這張椅子上面也是沒有的 但是它依然保留了前後座的座椅加熱功能 同時方向盤也有加熱功能 不要再跟我說方向盤加熱沒有什麼用 今天外面只有10度而已 我覺得非常好用 那在方向盤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右邊多了一個GT的按鈕 因為它這台車多了一個GT模式 以及我的駕駛模式 那你按下這個按鈕之後 它會做一個循環的切換 那在GT模式呢 理論上是它這台車最佳戰力的模式 當然我們實際試過之後發現 如果說你真的要去完全發揮出這台車全部的性能 你除了切換成GT模式之外 你還要另外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綁你的電池加熱 那至於要怎麼樣開啟 你需要先到電動車這個頁面 然後點選右邊輔助的欄目上下 它這邊有一個正在最佳化電池溫度 不過它加熱是需要一點時間 如果說你今天有開這台車出門 你想要完全使用它的動力的話 我建議你就先把它打開 然後等它慢慢的加熱 因為它不是即時的加熱 那這台車呢 除了GT模式 Sport以及NOMO之外呢 其實你也可以去自定義說 你各個環節的設定要怎麼樣做 它有一個我的最愛的功能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你說想要的設定 整合車一個最適合你自己的設定 包含馬達、轉向、懸吊、ELSD跟ESC 都有一個三到四段的調整 比如說你看馬達就有四段調整 那懸吊的部分也是三段 那像我在設定這個功能的時候 其實我會比較傾向像GT化的方式去設定 比如說我希望說在移動的過程中 我會盡量的舒適 所以懸吊的部分我會設成NOMO 但是呢我又不希望說設成NOMO的話 我的動力太少 所以在動力的部分我可能就會設成運動 或是說運動PLUS 那整體開起來就比較像GT跑車的感覺 那大家可以依照自己不同的需求來去做設定 另外在這台車上呢它另外配備了一個甩尾模式 那在GT模式以及運動模式下都可以打開 那至於要怎麼樣開啟這個模式呢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呢你要確定你的檔位是在P檔 然後腳踩的煞車 那這時候呢你切換到GT模式或是運動模式都可以 像我現在是切換到GT 再長按你的循跡鍵把你的循跡完全關閉 這時候它就顯示車身穩定系統已解除 同時按下兩個換檔撥片 在這台車上應該叫做揮衝阻力撥片 放在它去 有沒有這邊就可以以開啟飄移模式 那開啟飄移模式之後呢 你就可以讓這台車做出一些比較華麗的動作 不過畢竟這是很講究技術跟安全性 我建議大家還是在賽道或是說 你有一個很大的安全空地才去做這樣的事情 OK 那這台車它是怎麼不一樣 啊有了 就是這台車呢 現在你可以看到整個車機是中文的介面 那之前買的車它是英文的 那我們也特別問了原廠 原有的英文介面有沒有辦法升級成中文的呢 那原廠的回答是不行 因為它說系統供應商其實是有變更 所以原有的英文介面是沒辦法升級的喔 以上就是EV6 GT跟EV6 GT-R一些比較明顯的不同 如果說你想要知道這台車有更多的操作細節的話 其實可以去看我們之前拍的影片 連結在這邊 那我們現在就去試試看說 到底EV6 GT-R開起來夠不夠狂野吧 煞車好掌握嗎 那EV6 GT就外觀來看 它跟一般的GT-R來車型喔 其實有很多很細微的不一樣喔 比如說橫炸啊改直炸 但是我覺得最快辨認方法是看輪圈喔 在EV6 GT上面它輪圈呢 從20吋升級到21吋喔 所以就視覺感上面是比較強烈的 那另外配胎部分 目前我們看的這台車它的配胎是 米其林的Pilot Sport EV 但是一般消費者最後拿到的版本喔 是米其林的PS4S喔 是更高一級的性能胎喔 在煞車的部分呢 這台車也進行一個升級喔 它配的是對式火塞卡鉗喔 那講到煞車我們也講一下說 它整體操作起來的特性喔 那我覺得這台車它的煞車最好用的地方 不只是說它的自動力要過小 可以撐住這麼重的車喔 而是在於說 它可以很細膩的去控制 而且它的踏板回饋 它腳感是很不錯喔 讓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目前煞車的運作狀態喔 那這台車的煞車呢 同時也跟它的動力回充 可以進行一個很有效的搭配喔 因為一般我們在開電動車的時候 都會去煩惱說 它的動力回充要怎麼設定喔 有些車它可能設定的段數不夠多 那有些車呢 它可能甚至沒有辦法 把動力回充關掉喔 那在這台車上呢 它除了可以選擇 回充最強的iPad mode模式之外呢 回充力道本身也有多段可以調整 更重要的是呢 當你電量足夠的時候呢 你甚至是可以把回充力道完全關掉的 這時候這台車的煞車使用起來 跟一般的汽車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什麼明顯的不同喔 在學習成本部分喔 基本上也是降低了許多 在性能的部分呢 這台車它擁有585P 然後四輪轉動 0到100公里加速 只要3.5秒 那在駕駛模式的部分 它其實是有五種啦 因為它有Eco Normal Sport Sport Plus就是所謂的GT模式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漂移模式 那我們大概去分享一下 各模式的差別喔 當使用Eco模式的時候 即便你油門踩身 身材過半喔 你都不會覺得說 它有一個很強烈的充自力道 因為它這時候 主要就是為了要節能 同時呢 它希望做得了可以足夠舒適 那如果說你想要 讓這台車整體的動能 可以適時的展現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選擇Normal 在Normal模式下呢 它整體的加速力道體感 算是蠻強烈的喔 不管是駕駛或是乘客 都可以清楚的感受到 電機馬雜在轉動時的那種扭力感 是蠻強烈的 但是呢 又不至於說過強 讓坐的人不夠舒適 那同時呢 駕駛本身呢 也不用花費太多的力道 去專注於控制你的油門喔 所以我覺得Eco跟Normal 都是算相對容易控制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使用到Sport模式 像我現在切成Sport 在Sport模式以下呢 它其實會依照你的操駕動作 還是決定說 你要不要輸出一個強力的動力喔 像我現在喔 拍車的節奏還是慢的 那雖然說我是使用Sport模式 我頂多是感覺到 懸吊是變硬了 轉向變俐落了 但是呢 在你沒有真正踩身油門之前呢 它整體的狀態呢 都還是比較趨於穩定 並沒有一個很明顯的躁鬥感 像這樣 用力踩下油門的時候 這種貼背的感受 就會變得非常而強烈喔 那如果說這樣的體感 還沒有辦法滿足你的話 你就可以切成GT模式 但切GT模式之前 你要先得知到一件事情喔 GT模式它的預設 它會關掉一段循跡喔 也就是這時候你的循跡控制 它是運動化循跡 它會允許一定程度的打滑 但不會把它全部關掉 但即便如此喔 在這麼強的動力下呢 你就必須要特別謹慎的控制車輛 不然你看 現在 GT模式你就一踩下去喔 那種強烈的電動車貼背感 就滿上展現出來喔 如果說 你想要讓你身邊的人 稍微體驗一下喔 到底585匹的馬力電動車 到底加速有多快的話 其實真的 你必須要切到GT模式 你不用多快的速度喔 你再這樣燒踩一下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說 我的血液喔 整個往後流動 而且甚至是 有一點被壓在椅子上的感覺喔 但是呢 這台車最強悍的動力輸出模式喔 其實呢 光只有GT模式是不夠的喔 如果說你的電量在70%以上喔 你甚至呢 還可以去選擇一個 電池效能最大化 然後這時候呢 你去加了你的電池 然後你看它的量表會開始跑喔 等它加到MAS的時候 這時候你踩下油門那個貼背感喔 跟沒有最大化還是有差距的喔 在一般的GT模式下喔 當你這樣全力踩下油門的時候 其實呢 它會留一點點緩衝喔 才是進行一個最大扭力的輸出喔 這時候呢 我們在體感上喔 你會覺得說 好像有一點時間差喔 我可以再去適應一下這種加速體感 但如果說呢 你的電池目前是最大放低的情況下呢 其實呢 它是沒有任何緩衝的喔 它是馬上直接就 如果說你沒有告知 在車上的人 這樣突然踩下去喔 任何人喔 都會馬上嚇了一跳喔 舒適性好嗎 那在乘坐舒適度的部分喔 我們要先講隔音喔 那這台車喔 整體的隔音效果 我覺得其實是不錯的喔 不管是我們來日常自治區行駛 或是說上個高速公路巡航 尤其像今天這種天氣喔 雨勢也滿大的喔 當你坐在車內的時候 你都不容易受到外界的噪音干擾 整體的隔音水準呢 我覺得呢 以平價車的標準來看 算是比較中上的 不過呢 這台車雖然是沒有引擎喔 但是你在開的過程中 不管你做前後座 其實你都還是可以聽到一個 比較明顯的電機聲喔 雖然說 車外的噪音不容易影響我們 但是呢 我覺得影響最大的是 車內的這個電機聲喔 那雖然說它也設計了 各種不同的音效模式 可以讓我們調整 可是呢 我聽來聽去 都覺得那個模擬的同步感 不是很好 還是聽原來的電機聲 會是比較適合的 所以整體來說 就車式隔音的部分 我覺得算是不錯 不至於出現老人的聲音 但前提是 你個人 對於這種電機聲 你還是必須要習慣才行喔 那在座椅的設定部分啊 我們先講一下前座的跑車座椅 它看起來造型喔 真的是很跑格化 那坐起來呢 其實呢 它也是蠻有骨感的 就是你可以清楚的感受到 整體支架的造型 但是呢 它有個好處就是說呢 它的泡棉的緩衝啊 坐到剛剛好 不只是厚度 而且呢 整體的支撐效果啊 伏接性啊 甚至你坐在這個椅子上的時候 你有一個很被牢牢固定住 包覆住的感覺喔 就算你用激烈的方式在山路上 這樣子的這台車喔 你都不會覺得說 你的身子會滑動 那這樣的特性喔 其實在後座感受也是類似喔 雖然說後座它是沒有跑車型座椅 那是因為它的皮質喔 是擠皮設計的喔 所以它側向的指滑性 其實滿不錯的喔 當然在山路上開這台車 坐在後座 其實你也不會 身子容易滑來滑去喔 它整體的身軀固定性 我覺得也是足夠的 再來就是講到綠針效果喔 這台車的懸吊它其實是三段可調喔 那我總結一下這三段可調給我的感受 就是硬很硬跟有一點太硬喔 那因為這台車整體開起來都是比較偏Sporty喔 如果說你開啟剛才像GT-Line一樣 那種恰到好處的柔軟性 它是兼顧了舒適與操控 它沒有特別偏向哪一邊 所以它在適應上是容易的 那如果說你喜歡那個特性 再來看這台車的話 光是Eco跟Normal的特性 你都會覺得說 這台車開起來好偏Sporty喔 做起來怎麼好像也偏硬 只不過它在前兩段的懸吊裡面 就是硬跟很硬這兩段 就是我們所謂的Normal跟Sport 它都還保留著一定的舒適性 讓你開著這台車 不會覺得說過於一跳過於顛喔 但如果說你把懸吊的硬度 看到最強就是你使用GT模式 或是說你自己手動把你的懸吊設計成 運動Plus這個硬度的話 其實它對於路面衝擊的吸收 以及那些碎震的過濾 它就沒有想要做這些事情 所有的路面反應它都會直接回饋給你 那開久的話呢 它確實會帶了給人家一點煩躁感 這種煩躁感怎麼形容呢 就好像是你的女朋友或你的老婆 在旁邊跟你碎念的時候 雖然說不至於特別討厭 但是聽久了 你還是覺得好像是有一點煩喔 有一點煩喔 有一點煩喔 開起來怎麼樣 那至於這台車開起來怎麼樣 是不是符合它的GT定位 那我們先講一下 其實這台車目前的各個模式 我都來還會測的蠻多次喔 那我也試著用自訂的模式 去找出一個最適合我的設定 或是說最適合台灣山路的設定 那嚴格來說 我覺得這台車最適合台灣的設定 是懸吊調整最軟 就是第一段 那其他的部分呢 你可以調最強沒關係 比如說動力你要最強 轉向最靈敏 然後ESD邏輯 也可以偏運動化 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這台車最大的好處是說呢 不管你是使用哪一種模式 或是說你採用你自己的自訂方案 在你沒有真正想要用你戶取車輛之前呢 它都可以給你一個相對和緩順暢的行駛過程 只有當你真正踩下油門 像這樣 踩下油門之後呢 那整體的感受呢 才會真正偏向一個相對的積極喔 但是呢這個積極呢 它又不至於說出現一個很躁鬥的反應 讓你來不及去因應說 車子所帶來的變化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開起來的調性 的確就蠻符合我們過去常常在開具體跑車那種感覺 就是我用很強的動力 但是我想要輕鬆開這台車 也完全沒有什麼問題 那至於相信有些網友也會提到說 那這台車整體的調性跟特斯拉的Model Y Performance 有沒有什麼比較明顯的不同 那我覺得最大的不同是在於說 就是我剛才講的那種悠閒的感覺 在Model Y Performance上面 如果說你把你的性能調到比較強的模式的時候 它其實整體的感受它會是比較緊繃的 它馬上就會告訴你說 我已經Ready了 那我們馬上就來充 你不可以不充 我這個模式我就是要充 它就沒有一個中間的悠閒的那種過程 或是說一個讓你可以轉換新進的一個時間差 但是在這台車上 你可以把你要的設定全部都Ready好 但是在你沒有真正想要Push之前 你都還是可以很輕鬆的去開這台車 甚至在山路用快節奏的駕駛 讓自己慢慢去熟悉這個特性之後 才開始把節奏加上去 所以整體來說我會比較喜歡EV6 GT 它給我的駕駛體驗 因為它跟我們的操駕手感 跟我們所喜歡的那種操駕樂趣 它是比較接近的 但是畢竟是電動車 有一個前提大家還是必須要注意一下 因為所有電動車都是重 在你真正要決定充斥之前 你要確定一下說 你對於這台車的慣性掌握是不是到位 你對於這台車的煞車的力量掌握是不是到位 不然你很有可能會衝過拖 那衝過拖的情況 以這樣的車重來說 都是相當危險的一件事情 該買這台車嗎 那麼如果我們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來進行分析的話 到底在EV6 GT上面會有哪些值得買 跟哪些需要考慮的理由呢 我們要先從優點開始 第一個優點擁有超跑等級的性能 在EV6 GT上面 因為它擁有585匹馬力 0-100公里的加速也只要3.5秒 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說 它已經是擁有超跑等級的性能 如果說你是相當注重馬力性能比的話 其實高性能電動車絕對是普二的選項 只不過說這個動力真的是很強 所以我建議大家必須要確定 你已經熟悉的車輛性能 而且在安全的環境下才一句做嘗試 第二個優點適用範圍最廣 如果說我們要去比較它的乘坐輸出性的話 我們就會去對比說它的競爭車款 比如說福特的野馬Mk.1 GT 或是特斯拉的Model Y Performance 確實會發現 EV6 GT在整體的不管隔音也好 懸吊綠震或是座椅設計等等 對於乘坐輸出的要求還是比較到位的 甚至在你不開快或不吹鼓性能的前提下 它依然可以保留著比較充容的行車調性 如果說你希望你的車能文能武 那麼EV6 GT確實是有著比較多的試用範圍 第三個優點操駕樂趣十足 當我們今天擁有一台超跑等級性能的高性能電動車的時候 其實我相信大家心裡或多或少還是希望說 它不只是說加速很快 還可以帶給我們更多的駕駛樂趣 而且當我們在山路上開著EV6 GT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它的底盤對應起這585匹馬力的時候 確實是有著很高的匹配性 而且整體的慣性感也是相當容易掌握的 那以目前試過的電動車來看的話 EV6 GT真的是少數願意讓我們開上山 好好享受的車款 那麼需要考慮理由我覺得只有一個 就是它的車機機能不如特斯拉 在性能表現相近 續航離程以及空間表現的差異也不算大的情況下 我相信許多人在選擇高性能電動車自己 都會問自己一件事情 我到底需不需要像特斯拉一樣 有著豐富的車機的功能 甚至可以OTA更新呢 那麼這一點我覺得你確實需要好好考慮一下 因為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造車方向 一個是在現有的用車需求下 去加入電動車的優勢 一個是利用智慧化載具的方式來去設計汽車 至於到底哪一種適合你 就看你坐在哪一台車上的效率更多一些了 以上重點分析都跟大家說了 如果說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8891汽車小鈴鐺也要記得打開喔 另外也別忘了下載我們8891的APP 裡面有更多元豐富的服務內容 我們下次見